日前北京曲剧团在京举行的新编历史剧《黄叶红楼》新闻发布会中透露 北京曲剧团即将推出的曲剧《黄叶红楼》第一次让曹雪晴与史湘云宝戴差出现在了同一个舞台上 该剧导演是中国音乐学院表演艺术教员是主任陈薇 他也对这个剧本赞不绝口 他所有的情节的呈现都是在高点的 就上来就是高潮部分 所以我要求这个戏所有的部分就是不要过程都要在高点一行 这样我们才能把这个戏连贯下来 那么我们主要是靠音乐和舞台手段进行连贯 让这些点就像珍珠一样串起来 我们是以曹雪晴为主角的 但是又有戏中戏《红楼梦》 如何把他们灵魂的对话和精神的交流融合起来 是我们这个戏的特别 剧中两台的声枪有着鲜明的差别 在台下的曹雪晴唱的都是正宗的 插曲 鼓曲 排字曲 而台上在《红楼》里的演员唱的大多是曲里有歌味 个别歌味重的唱腔里 又都没少了曲味的新曲 台外的合唱更多的像 八旗版电视剧《红楼梦》主题曲的味道 但也没少了曲味在其中 正台戏多唱少白更有音乐剧的特点 据悉该剧将于10月13日至18日 在天桥剧场举行首轮演出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